哈囉大家好,我是Oli 那今天的這支影片 最主要我想來跟大家分享我在 上個月的時候遇到的一個 網路交易糾紛 那我在10月22號的時候 在網路上購買了一台二手相機 加上鏡頭 那我在購買之前呢,就有詢問過賣家說 是不是有附上保固卡 還有購買證明 那這個賣家呢,他就跟我說有附上 那等到東西已經快要 寄到我家的時候 這個賣家他就用訊息告訴我說 相機本身 還有鏡頭是不同倉庫的 所以他要分開配送 那我就想說你當初怎麼沒有告訴我這件事情 反而是你東西寄出之後 你才告訴我 好,那這個就算了 結果呢,他就跟我說鏡頭的價錢報錯 那需要我再補差額 那我購買相機跟 鏡頭的價格總共是兩萬兩千元 那我是直接用刷卡附線 那我就想說 算了,沒有關係 等到東西已經快要寄到我家的時候 我打開包裹 我就發現裡面沒有附上保固卡 還有購買證明 那這個時候我就相當生氣了 我就跟那個賣家講說 為什麼裡面沒有附上我當初所要求的 保固卡還有購買證明 然後這個賣家他就告訴我說 他忘記放 他可以再補拍照給我 然後再寄給我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賣家已經有點不誠信了 我就跟你買東西的時候 然後發生這麼多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在寄出之前 你沒有就是確認好價格 然後再告訴買家說 就是是什麼樣的寄送方式啊 等等的問題你沒有提前告訴我 然後我就非常生氣 接著呢我就在蝦皮上面提出了一個叫做蝦皮爭議 就是我要對這位賣家進行退貨退款的動作 就是我不要這個商品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賣家非常不誠信 那我只要求退款而已 然後這個賣家呢他就拒絕退貨 那他拒絕退貨的理由叫做 二手電子產品售出後 若功能正常售出不做退換 這個賣家就告訴我 二手電子產品售出不做退換的 不好意思在別家過門也是一樣的 第一個今天我在網路上 我並沒有去摸到實體的相機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擁有七天的鑑賞期 我可以無條件的對賣家進行退貨動作 但鑑賞期並非適用期 就是你要在商品可還原 可復原的狀況下進行退貨 那相機然後又是鏡頭 都是二手的 退貨條件是基本上是可以的 那這位賣家還觸犯了另外一條法律 叫做債務不履行裡面的不完全給付 反正簡單來說呢就是我付了這筆錢 然後我們的契約已經成立了 那契約內我應該要拿到A還有B 結果賣家去要求更動此契約 這個就是債務不履行裡面的不完全給付 然後反正呢我也到了消保會去備案 然後消保會他也寄了一張賤函給我 在這裡 在這邊 那我的態度就非常的硬 我就跟那個賣家講說 如果今天你不讓我退貨 OK 那我絕對會走上法律途徑 那這個賣家就聽到我要走到法律途徑的時候 他態度就軟下來了 就協助我進行退換貨 反正呢這支影片最主要想要來跟大家說 我們在網路上買東西 要懂得去捍衛我們自己消費者的權益 不要讓那些有心的商人去欺騙我們這些不懂法律的人 那以上影片呢就是今天的內容 那這邊再補充一下 我不是一個法律的專業相關人士 那如果我有說錯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面指證我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點讚然後訂閱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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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